Google开发者大会在加州总部旁边的剧场举行 涌入了大约7000名的开发者 超过300家媒体好像在开演唱会 执行长皮彩跟各个部门的主管轮番上阵 介绍了Google新的AI语音助理跟智慧家庭喇叭 多样新品跟软体让大家为之敬念 今年Google开发者大会首度遗失户外 执行长皮彩开场后 马上介绍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 Who directed the Revenant The Revenant was directed by Alejandro González and Eretu And you can follow that up with a question Show me his awards Notice that I didn't say the name Which I'm glad because I find that name very very hard to pronounce Google Assistant可视为目前语音服务的加强版 它的语意逻辑更为清楚 使用者下指令的方式可更口语 而且搭配新产品Google Home一起用 完成的任务变更多 Google Home不只是Wi-Fi蓝牙喇叭 Google Home Google Home 它还能串联家电 使用者靠一张嘴就能启动家里的装置 还能靠它安排行程订机票等等 盈然是个智慧管家 如果我有一个信息 我可以按回答 我可以在标准上标准 你能看到它在标准上标准 新推出的智慧表Android Wear全面升级 有部分APP甚至可以脱离手机单独使用 操作更简化 另外在VR领域上 Google也发明了进阶版的虚拟实境平台Daydream 未来YouTube Google接近等服务 都会登上Daydream平台 带给使用者全新的体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人类想飞上天将变得更简单了 澳洲的喷射背包研发单位 成功开发了个人版的设备 而且已经获得了香港的企业投资 将会进入量产阶段 新款的个人喷射背包 是以汽油作为动力 加满一次可以飞30分钟 时速达到70公里 但是定价要大约820万台币 引擎运转到最大 极其连人一起升空 这是全球第一款个人喷射背包 澳洲挂牌的马丁喷射背包 最早在2008年亮相 而最新款的喷射背包 动力来自汽油 靠着旋转式引擎飞上天 最大载重为120公斤 加满油大约飞30分钟 时速可达70公里 飞行高度超过900公尺 并配备降落伞 保护飞行员安全 马丁喷射背包获得香港知名企业投资 让喷射背包进入量产 而这对消防救难单位来说是一大福音 马丁喷射背包能够快速起飞与降落 垂直的特性让它机动性相当高 当遇到突发意外或是险峻的地形 就能展现优势 研发单位目前已经与杜拜民防局 以及美国政府单位签订了解被忘录 未来有机会也能在各救灾现场 看见喷射背包执行救援任务 TV月新闻众报道 至于在海上 全球最大的邮轮即将展开处女航 这一艘群名叫做海洋和月号的邮轮 船身的长度比爱菲尔铁塔还要高 最多能够搭载超过6300名乘客 而最大的卖点是船上 还有一座十层楼高的滑水道 赌场电影院一应俱全 蓝天 大海还有豪华邮轮 准备好要搭上全世界最大的邮轮 去度假了吗 甲板上有能让你放胆跳水的游泳池 还有惊险的滑行钢索攀岩 不管是水上还是路上活动 在这艘邮轮上一应俱全 保证能让你从白天晚到晚上 一入夜仿佛变成海上 世界上最大邮轮 船身长度361公尺 比法国的爱菲尔铁塔还多了37公尺 总重达22.7万吨 完成交船仪式后 终于展开处女航 当你有孙子或孙子生 是一个美丽的感情感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感情感 是一个美丽的感情感 这是一个美丽的天 船上光是工作人员就多达2100多人 交船开工的这一天 现场就像是个大型派对 要玩个波浪舞人多到排上好几层楼 负责建造游轮的法国造船厂也到场见证 我们预送船 但这些预送的预送是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我们很高兴 它就像是新的家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经验 它是一个能力的 它给予新的推动 大家都在笑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这就是美丽的 历经多年建造 这艘船上最大的卖点就是这座高达10层楼高的滑水道 这并不是在世界上最大的船船 虽然是 但它是真的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食物 最有趣的 最有趣的 确认 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新技巧 我们有完美的新技巧 我们有完美的风 三个完美的水滑 然后最终的尾巴 是不可思议的 你竟然移转 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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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100米 媲美路上主题乐园的游乐设备 创世界纪录 行情路线包括中东的杜拜和欧洲 美国加勒比海地区 最多可以搭载6780名乘客 这艘海洋合约号 也已经准备好抢工度假商机 TVB新闻综合不到 F1赛车出现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 只有18岁 而且开的还是新车 请不吴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